2022年,宝马集团累计汽车销量约240万辆,继续保持全球豪华车细分市场第一名。 其中,中国市场为宝马集团贡献了接近33%的销量。 与传统的竞争对手奔驰与奥迪相比,宝马在过去十年间保持最稳定和快速的营收增长,在净利润率上也扮演领头羊角色。 股价方面,近年来,BMW凸显出较强的抗跌性和上涨能力,投资者可以关注短线追高与低位回调的机会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BMW宝马汽车是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,创建于1916年,总部位于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,公司的起源是生产飞机引擎的厂家。 宝马的产品线包括轿车、跑车、SUV和摩托车等多种车型,其中包括1-8系、X系列和Z4系列等车型。 宝马公司还拥有mini和劳斯莱斯等品牌。 目前,公司主营业务构成主要是汽车占比74.21%,金融服务23.55%和摩托车2.243块。 截至2022年12月,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426.11欧元,同比增加28.2%,税后净利润185.8亿欧元,同比增加49.1%。 宝马汽车被认为是德国三大豪华汽车品牌之一,与奔驰和奥迪并列。 宝马汽车的竞争对手包括奔驰、奥迪、捷豹路虎、保时捷和特斯拉等汽车制造商。 汽车行业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,2023年全球与欧洲经济依然面临不确定性。 同时,地缘政治冲突持续,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企与供应链危机尚未解决。 因此,宏观层面看,车企可能仍有一定压力。 围观上看,该行业的竞争格局激烈,燃油车与新能源车的对手层出不穷,市场份额变化频繁,但豪华车市场相对有弹性。 宝马汽车竞争力较强,有优秀的盈利能力,也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市场与智能驾驶技术。 2022年,全球豪华车市场规模达到4254亿美元。 展望未来,IMARC集团预计到2028年,市场规模将达到5656亿美元。 2023至2028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CAGR为4.9%,BMW股价今年已经低位上涨20%,目前走势强劲。 技术上看,短期价格有机会上行至112和118.9欧元,提醒投资者可以关注短线追高机会与低位回调进场时机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02-9188-0418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、收藏,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